柔佛一名失业汉五年前 因为涉嫌冒用拿督斯里头衔 在商场行骗 他俯首任罪后 戈打丁一地庭今天宣判他罪名成立 坐牢两年 根据控状 五十岁的被告伊姆兰被指 在没有经过彭亨苏丹封刺下 冒用拿督斯里的头衔行骗 违反了2017年彭亨王氏 徽章 薰贤及刺锋 防止滥用法令第三之一之西条例 同时能够在2017年 薰贤相关罪行法令 第十七条文下被控 警方调查后发现 被告自2018年到2019年以来 一直顶着假冒的头衔 在柔佛行骗 共骗走了受害者 高达十万令吉的款项 法庭御令被告服刑日期 从他10月4号被捕日期开始算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十七条文大学